大家好,我是小杨 今天用冬瓜和鸡胸肉做一道好吃的 不用炒,也不用水煮 很适合想吃肉又怕长肉的朋友 准备一块冬瓜,去皮之后把里面的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好的肉馅,用左右手来回筛打的方式 把它整理成一个圆球 像这样就可以了 摆放在土豆上面 开水放入蒸锅里面,盖上盖子 中小火蒸20分钟 这个时候再来调一个料汁 碗中加入少许生抽,一点老抽上色 再加入一小勺淀粉 倒入刚才挤出来的冬瓜汁 搅拌均匀,放在一边备用 锅中加点食用油,油热之后放入蒜末和红椒 翻炒出香味儿 炒香之后再倒入刚才调好的料汁 用大火熬煮 等待汤汁变得这样比较粘稠的时候就可以了 现在这个时候丸子也已经蒸好了 关火煤上三分钟再开开盖子 哇,真的是太香了 出锅之后再把刚才熬好的料汁浇在上面 最后再撒点小葱花点缀 冬瓜搭配鸡胸肉做的丸子真的是特别的好吃 口感嫩嫩的,外面裹满了粘稠的汤汁 鸡胸肉本身热量和脂肪都是非常低的 非常适合怕长肉的朋友 而且这个做法拥有很少 大人孩子都非常适合 盘底的土豆口感也非常的绵软 喜欢的朋友可以动手在家尝试一下 喜欢我的视频帮忙转发关注评论 感谢朋友们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